7月30日 夏門航空公司一名國際貨運機組成員張某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 同住的家人、父母、兒子也相繼感染 妻子8月2日出現發熱症狀轉為確診病例 張某一家居住的詩明區連前街道前部社區 8月1日開始列為中風險地區 目前年前街道、雲東街道等重點區域已經封閉 前部社周邊也踏起隔壁板封島 從圖民區那邊有四個病例 然後有的小區已經封了 像這種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還是不要到處走吧 大家可能都會有這種心理 現在很多人出來可能有的是因為公務 或者說之前就預定了走不了的 會比較多 8月3日 濟南遙廠機場累積取消220班次 重慶江北機場航班大面積取消 由於湖北京州疫情蔓延 京州飛往深圳、西安等航班取消 目前高風險地區 進北京的航班已全部取消